老師在台上用雙語來上課 學生們認真聽講 並在老師提問時 踴躍舉手回答 顯現出對雙語教育的高度熱忱 這是高雄市雙語教學勢力 其中的休閒大方秀 以及形狀的異想世界教學演示 然後你轉變成... 我轉變成COVID-19 我的天啊,是COVID-19的疫苗 好,我喜歡這個 我覺得可以學雙語很棒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英文也可以變好 但如果我以後到國外去玩 我也可以跟別國外的人溝通 然後呢 我在國內如果有國外的人不知道路 我也可以告訴他們 老師會先講英文再講說 我們高雄市推動雙語教育這三年來 可以說投入非常多的資源 包括在經費上面增加到三倍 那我們今天特別來做的就是 關於課程跟教材方面 希望能夠讓老師有一個教學上 一個示範的一個事例 高市府積極推動雙語教育 以校校有雙語作為推動策略 除了在學校落實推動雙語課程與活動 也持續為教師增能 推出符合雙語教育 現場的教學勢力 帶到這個非常有趣的這個項目 那同學們不只學習到 相關的這個內容 那也經由老師的一個分析 來做一個非常深入的這個討論 那我想同學們這個學習的興趣非常的高昂 那學習效果非常的好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教學勢力 那麼我們看到這些老師們呢 投入主動連這個連接在一起 投入這個社群 然後呢產生了一些領頭羊領導的一個作用 這一次推出的雙語教學勢力 是由國教輔導團以及高雄14所學校 共同針對五個學習領域 研發了18個教學勢力 整合後產出實際可行的教學案例 讓其他教師參考 對我來說高雄就是關鍵字 因為我們所有的雙語教學 一定要從本土做起 那這個課程是經過老師們 共備討論 然後經過試教 試教之後經過學者專家 給我們建議跟審查 最後才形成這樣一個教學勢力 那我們會把這個勢力 分享到各個學校去 希望能夠讓各個學校老師 在教學上有所依循 這一次集結有經驗的教師現身說法 分享實際教學案例 讓課室推動雙語教育更有效率 也希望讓每一位高雄的學生 能有豐富的雙語學習機會和資源 在 謝謝 記者蘇壇軍中書庭高雄報導